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情况让林子产生了离开的念头 但是经济方面让他又不得不在这个家里委屈求全 直到后来他的朋友邀请他一起合租 房租的费用可以说是很低很低了 可突然朋友竟然说自己的男友也要一起住 周恩林子不知道如何拒绝 但最终他还是没有拒绝 可好笑的是在入住的当天朋友和男友分手了 就意味着自己要和一位数不相识的男人在一起住 好在男友并没有邪念 可他却将林子捡男的猫给扔在了屋外导致去世 这座位换男的是林子将男友的行李全都给扔掉 但这也导致林子被警察抓走 并且男友还诬告说自己行李里里有100万 起初警察为了帮林子 让他也诬告男子侵犯了他 刻骨子地却不想被冤枉的林子 最终赔上了20万元 这件事也让他有了前科 他在家里的地位更是直线下降 第一对他的言语攻击更加的过分 嘲笑他读了一所破学校 并说林子的存在会影响自己考私立学校 除了家人林邻居还有亲朋好友 也都知道了林子有前科的事 在大街上几位曾经的同学爱撕入鸡蛋的嘲讽林子 这让林子的内心愤怒终于压抑不住 于是用豆腐对这些同学进行了反抗 可假讨这一幕被弟弟给看到了 他和林子的关系竟然很好了 只因为弟弟他没想到姐姐竟如此勇敢 因为在学校弟弟也是一直被人欺负 所以在家里好不容易遇到一个看起来比自己懦弱的人 脾气全都发泄在了姐姐身上 原来姐姐不是没有脾气 而是不想又或者舍不得而已 此时的林子已经决定要离开家里 他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 只要存购一百万 那就离开到下一个地方流浪 而他的第一站是海边的烧烤店 在这里他做的包兵受到老板的夸赞 从没有被夸赞的林子第一次明白被人夸的滋味 家居的林子开始不断的攒钱 好像是生活的压力 让林子即便面对告白者 内心也无动于衷 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 一百万终于赚够了 他开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 在一位老板的介绍下 新工作是彩桃 很快他就适应了这份工作 那在山区里的人得知了林子就为漂亮的女孩后 他们决定让林子替他们的山区做陶子宣传 可是行为就让林子拒绝了 因为他是有钱鸽的人 但山区的老爷爷们可不知道 他们认为林子就是看不起山区 于是开始道德绑架 林子突然发现 好像每到一个地方 人们都会乐情地招待自己 但只要熟诺后 不管在哪里 人与人之间好像都会开始出问题 最后林子留下了一句 他要钱鸽就再次离开了 可惜这山区的人并不是每个人都如此 起码 作为林子的老板妹姨 他就舍不得林子走 可他同样没有进行挽留 并且 他还送给了林子一大袋桃子 在离开的路上吃了这些桃子 林子的内心感觉有点甜 而在下一站 林子的理念就出现了问题 因为他发现自己好像恋爱了 他喜欢上了在一起打工的一位同事 阿明 他询问自己如果真的再次赚过一百万 还会离开吗 阿明对于林子是非常的照顾 他为提林子也上级辩解 会主动送林子回家 种种温乱的行为是林子从未体验过的 他什么事都跟阿明说 还把赚过一百万就离开的理念也说了出来 同样自己被诬告和有钱哥的事也说了出来 可突然他好像意识到自己说出这些会让人讨厌 所以又打算开始逃避 但这一次阿明却拉住了他的手 并当场跟他告白 林子也没有隐瞒情感 而是选择了接受 可两人的热情随着一位叫尤拉的女人出现后 就开始问题重重 因为阿明也会像对林子那样温柔的 教导着尤拉工作 两人走得非常的近 这导致让林子陷入了自我矛盾当中 他突然发现 阿明会开始查他的工资甚至花钱等各方面都会用自己的 他到底是喜欢人还是喜欢钱 他决定去找阿明质问 可面对林子的询问 阿明却不着该如何回答 他只是告诉林子自己很喜欢他 这番回答的林子很是失望 也在此时弟弟写来了一封信 上面说 他终于不再逃避自己的懦弱了 他也不想去读什么自己学校 他好像姐姐一样勇敢 这封信让林子哭得此心叠废 他认为都怪自己太没用了 什么事都躲避 什么事都不敢面对 自己其实并不像弟弟说的那么勇敢 之后林子还是选择和阿明分手 他认为阿明跟自己在一起 就是为了钱而已 他决定要离开这里 可这次不是逃离 而是为了更勇敢的活下去 在林子辞职的当天 阿明将这些时间借了钱 花了钱都还给了林子 可在林子离开的那天 他依然追到了车站 他真的真的好爱林子 他之所以花林子的钱 是因为不让他存够一百万 这些时间花的所有钱 他都记得到底是多少 可两人追踪还是没有碰面 命运有时候就在捉弄人 错过了就是错过了 没有任何机会再回头 有一些告别是为了下一次重新享誉 而有一些告别 却是永远永远都不再相见 片名百万元与苦虫女 平淡朴实的剧情 却看得让人陷入了沉思 这是一部励志题材的电影 有人会问 励志在哪里 处处充满了悲剧 林子的人设对勇气的阐释 还有对青春的思索 这就是影片的励志所在 扛起责任固然勇敢 但何尝又不是一种逃避 当在青春时期 明白勇敢的含义 也许我们才是真的长大了 我是少年 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咱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